光度裡面一定夠用 夠照亮你一加幾厚 照到清楚了 現了形 如果有人在裡面震的時候 一照就照到的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Outorliving和Wowliving的店長 我叫飛機 這次跟大家介紹 手頭這支不再自私的頭燈 很多人問我去行山露營 有什麼裝備要買 其中一個我很建議大家去買 就是這個頭燈 你去到戶外的時候 你可以光到哪裡 露營 打邊爐 行山 在家裡小維修都很幫到手 但頭燈有一個問題 經常跟朋友一起時 就說我自私 打邊爐 或在聊天的時候 我看到邊 光到邊 我走走就沒有人照顧他們 所以這次介紹 來自韓國Lumina這個牌子 大家可能還記得 我們上次介紹了一個 流動電燈膽 去到3000流名 都是同一個韓國品牌 它用起來有幾個模式 第一個是CAP母模 CAP什麼模式都可以調到角度 不是眼睛燈 其實調到角度很重要 我告訴大家 不能調到角度 第二個是頭燈膜 它會跟著頭帶 只需要把頭燈關上去 就像普通頭燈一樣 用頭帶 第三個模式就是 這支頭燈獨有 你可以將它夾夾 這樣揭起 它會跟著一個扣子 像我這樣 有條繩子 或者在形中 就可以這樣扣起 開這個環照模式 光度 形中一定夠用 幾個人打火鍋 甚至上次元航帶停電 夠照亮你一家幾後 這個叫營燈模式 最光是可以去到500流名 8多呎 房間都勉強夠了 可以開到3個小時 最暗是可以開到45個小時 射燈模式最光可以去到700流名 我們就特意來一個很黑的環境 看看燈可以去到什麼效果 我想示範一件事 就是它夾著一張CAP帽 都可以調到角度 這個真的很棒 譬如你有一隻手在做事 你就調低一點 你想看遠一點 你可以夾上來 角度就可以隨時自己調較 這幾個牌子現在距離2-3米 很清楚 這輛車距離我們10米左右 照得很清楚 如果有人在裡面震動的時候 一照就能照到 另外有兩個白色牌 距離我們大概20米左右 又是很清楚 如果開到700流名 看遠的東西絕對沒問題 開足700流名 就可以開到3個小時 而最長是可以開到40個小時 它還有一個模式 是可以兩個一起開 射燈和LED版是同一時間亮的 最高輸出可以去到900流名 兩個半小時 或者最長時間可以去到15個小時 除了這個LED版和前面的射燈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盤紅燈 想照明 但又不想騷擾到環境 例如釣魚 看昆蟲 有些人去夜行 都喜歡用紅燈 它還有一個無接觸式開關 我不知道是不是COVID 發明出來 你可以按住後面M的按鈕 3秒鐘 1 2 3 你看到一盤藍色燈亮了 就是啟動了這個無接觸模式 在弄東西 在切東西 手很骯髒的時候 把手放在旁邊 旁邊有一個感應器 你把手放進去 這樣就關燈了 你再把手放進去 它就關燈了 不需要弄髒眼頭燈 用完了 想關閉自動模式 後面M的按鈕按鈕3秒 把藍色燈關閉了 就會取消自動模式 在市面上很少看到 可以這麼多種模式加在一起 而且它又沒有搞到很大塊 很重的 都是小時候包紙巾60多克 設計上真的做得非常好 再說到它的配件裏面包了什麼 就是頭燈 跟著頭帶 有個case 跟著這個扣 這樣可以扣進去 希望大家喜歡 飛機店長的推介 有了這間不再自私的頭燈 露營 家裡維修 行山 或者跟朋友去打火鍋 隨時幫到手 慢著 記得記得 下載我們的手機apps 裡面有我們最新的優惠 以及最新的推介 多謝大家 拜拜